欢迎收看五家新闻,我是麦信妍 警方在黄大仙拘捕一名30岁男子 他涉嫌着校服裙假扮女学生 躲在学校的女次次隔偷窥和偷拍 苏敬华报导 检获的证物包括多条校服裙 女装的内衣、丝襪等等 多部手提电话亦都被检走 警方星期一接获黄大仙一间中学报案 有学生发现有人穿着校服裙躲在女次 被发现之后立刻逃走 警方翻查校园内外和附近闭路电视记录 星期五晚在新浦江一间工厂大厦的一个单位 拉了一个30岁男人涉嫌窥淫 并且在那个单位以及他在将军澳的住所 检走校群等大批证物 而根据我们暂时调查结果的显示 该名男子在10月16日的早上 曾经穿着该校服假扮学生 然后进入了校园 并藏匿了在类似的一个刺客里面 而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到的资料和证据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名男子在刺客里面 是进行过一些偷窥或者偷拍的行为 暂时我们在疑犯的处所和刚才那个工厂大厦的单位里面 暂时未找到那间学校的校服 警方说暂时未收到其他学校有类似的案件发生 会继续调查 有线新闻 苏敬华不得 一只野猪闯入旺角花去 咬伤一名花店职员 如护柱兽衣施放麻醉枪制服野猪 野猪在花去受惊之后四围走 手持盾牌的警员和花店职员 一起试图围堵 野猪极力反抗 咬伤了那名41岁花店的职员 在上午9点多 大约1米长的野猪在花去一带出现 期间被人驱赶 突然冲入圆艺间一间花店 警员和回鱼户处受医道循捕捉 那名花店职员右手右脚受伤流血 经初步治理之后送往广华医院 海关关长何佩珊 在本台节目有理由得谈话 虚拟货币比较容易被不法分子 用来洗黑钱 要检视现行法例和监管制度 优惠尔报道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JPAS案 揭露虚拟货币和场外 找换店的监管问题 海关关长何佩珊 在本台节目有理由得谈话 虚拟货币不是法定货币 对打击洗黑钱带来挑战 金融科技技术越来越成熟 所以我们都看到虚拟资产 甚至虚拟货币 这些交易都比较活跃 因为它比较高的隐蔽性 而且它又不受时间和区域的限制 所以事实上是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可否说现在是有一个执法上真空的情况 我想我们始终永远都有机会去再完善 我们现在的执法和监管系统 所以我刚才说了 相关监管机构会不断检视 现在的法例和制度 何佩珊说会加强国际情报交流 月底会和南韩签订 针对打击洗黑钱的合作备忘录 而海关早前接获有人由英国空运洋村系列繪本 是手中输入煽动刊物罪成的案件 整体社会的局面已经稳定 但其实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企图利用一些远对抗 例如一些书本杂志或者繪本 去沈透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 在这方面的工作会持续较做 会全力去做 海关目前有400多个人员空缺 何佩珊说放宽大学三年级生投考公务员后 反应热烈 申请人数大幅上升了75% 我们都准备去上海做招聘 所以其实在这么努力的内地招聘过程之中 其实都吸引了不少在内地读书的港生 去考海关 可否以为已经是跑赢纪录部队 其他纪录部队 其实几个部队都很努力 在招聘 我们希望 当然希望更加会有多些人去投考 令到申请数目更加理想 有线新闻一位宜报道 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发表 有关社福同照顾者政策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政府制定名单 识别高风险长者并转介社区服务 政府早前又推出照顾者专线 有社工说部分个案未能及时获得支援 期望政府改善 王家进报道 截至三月底 公屋有超过12万独居长者 据了解新一份施政报告 提出跨部门合作 识别单老双老家庭 即是家庭只得一到两个长者的群组 有议员建议先从公屋住户着手 再为他们转介社区服务 防处、社署甚至医管局 一起制定一个高风险的名察 譬如说那个长者 本身身体比较若狱入医院 年龄比较大的独居 这个名察下就做几个配图 第一就是确保他家里面 有一些紧急认换的装饰 最起码平安中 另外政府上个月底 推出照顾者支援专线 有前线社工说 求助者未能即时获得支援 他其实有一个很即时的情绪需要 但是他们因为接听的电话 都可能实在太多 隔了两三天之后 才再回电话跟他谈 所以刚才说 会不会有一些分流分类 或者检视一下 可能要快一点点检讨一下 这个服务有什么地方要改善 大家的经验都是说 要找这些服务 都是要花很多时间 打很多电话才能找到 某程度上反映了 就是根本就算我打电话去 都未必有服务 所以社区服务足不足够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今天我们觉得 现在给到照顾者的支援 是不足够的 政府十年前推出计划 鼓励非政府机构 兴建社福设施 至今只是新增 大约260个安劳服务名额 和大约1,070个康福服务名额 蔡凯惠建议 政府考虑起多些长者主屋项目 有线新闻黄家俊报导 看看以包局势 哈马斯释放一对美国母女 是月初特集以色列以来 首次有人质获释 声称是在卡塔尔滑船之下 基于人道立场放人 以色列批评哈马斯是偽善 估计袈裟中仍然有200多名人质 哈马斯就反指以轰炸教堂 造成平民伤亡 陆子晴报道 以色列政府发布相片 说17岁美国少女纳塔尼 和她59岁的妈妈拉亚南 已经由加沙返回以色列 家属说他们只有轻微拆箱 又说不知道他们最先获释的原因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和这对母女通话 承诺华府会在他们休养期间 全力提供支援 这对拥有以色列国籍的母女 月初由美国伊利诺伊州 去到以色列南部度假探亲 谁知遇上哈马斯特集一起被掠走 哈马斯发言人说 是在卡塔尔滑船之下 基于人道理由释放人质 卡塔尔形容是连日沟通的成果 会继续对话寻求释放人质 拜登感谢卡塔尔滑船 并再和以色列总理奈塔尼亚胡通话 讨论营救其他人质 美国说相信哈马斯手上 还有大约200个人质 包括美国人 又说目前还有大约10个 身处以色列的美国人失踪 乙军批评哈马斯扮引导 实际上是仲协持着腐渝的恐怖组织 声言既会营救人质 也会殲灭哈马斯 而巴勒斯坦就指责乙军 光泽加沙里面的东正教教堂 造成大批避难的平民伤亡 乙军回应说绝对不是针对教堂 而是空宅附近的哈马斯指挥中心 教堂部分建筑受到波及 由线新闻陆子晴报道 外电报道欧美正施压以色列 推迟地面进攻加沙 争取更多时间进行释放人质的谈判 美国总统拜登回应提问的时候 一道指以色列应该压后进攻 但是白宫之后澄清 拜登只是听错问题 乙军在加沙边界集结兵力 预备地面攻势的同时 外电话卡塔尔正是同哈马斯 就释放人质进行秘密谈判 但是据报拒绝哈马斯提出 释放人质换取停火的安排 外长王毅呼吁各方摒弃地缘政治考虑 尽快推动尾巴停火指战 王毅和马来西亚外长赞给你 星期五通电话的时候讨论尾巴局势 表明中方站在广大阿拉伯 和伊斯兰国家的正当诉求一边 说巴勒斯坦土地被侵占 建国诉求长期被忽略 重申解决尾巴冲突的根本对策 是落实两国方案 防止更大规模的人道灾难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将军 就在安理会发言的时候批评 国际现行针对尾巴的危机管控手段 令遂而不可持续 呼吁联合国和阿拉伯国家 团结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休息回来会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肺炎资源体感染在内地多个城市爆发 有医生说本港因为同类感染 而要入院的个案也有增加 患者一般会有高消 以及上呼吸度感染的征状 提醒市民要做好个人卫生 又进华报道 内地近日多处地方爆发感染肺炎资源体 并且对抗生素有抗弱性 卫生防护中心说留意到相关情况 本港今年8月因为肺炎资源体感染 而入院的人数有所增加 有医生说本港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次 对上一次爆发是2019年 是一个非常常见 亦存在了很久的微生物感染 在新冠疫情之前 其实其中一种最常见 会引致小朋友和年轻人 有发高烧和上呼吸度感染的征状 所以其实一般感染了肺炎资源体 其实那个症状都有机会比较轻微 叶柏强说只有大约一成患者 会有肺炎这类比较严重的下呼吸度感染 他又说现在未有疫苗 可以预防感染肺炎资源体 最重要是做好个人卫生 另外一名20个月大的男童感染新型肺炎之后死亡 有医生说暂时未知男童出现严重拼乏的原因 小部分的小朋友 基本上以前是没有病没有痛的 健健康康的 基于某一些原因 暂时还未能完全解释 接触了一些病毒 当然包括新冠病毒 或者我们以前都听过流感病毒 都会引起一些很急性的患性性脑炎 这些在某个程度上 你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哪一个 才会有这种平凡症 他又说现在五岁以下儿童 新型肺炎的疫苗接种率偏低 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打针 有线新闻又进华报道 全港有超过53万名 包括自闭症普系障碍的残疾人士 他们的就业率不足两成 有机构专请自闭症人士 负责人认为他们都有优势 许胡鸿去看 这一间社企专门聘请自闭症人士 将文件或者是上显等数码化 家熙和俊妍都是员工 负责做资料输入和软件测试 以前小时候不懂电脑 现在电脑的知识运用都已经多了很多了 又是电脑的技术都已经开始虚心地去学去做了 最近也做过入试卷题目 他们都是由政府或机构转介工作 其中劳工署展能就业科 每年平均转介一万八千名残疾人士 包括大约一成自闭症人士 但转介不代表一定成功 最终可以就业的人只得一成多 而这一类的求职人士数目逮增 每年平均有2600个新的登记 请进言他们的先年话 初初都需要花时间交道和磨合 但自闭症人士有独特的优势 社会应该正视他们的求职需求 我自己也有留意到 现在香港的情况就是 可能SCA的小朋友去到很多村营 去到给他们 但当他们可能畢業了之后 其实当日要工作的时候 现在整个社会可以给到机会就不太足够了 他们其实有个特性就是 其实他们会很专注的 就是他们也都 我实际说他们是很 很听我们港会的指令 去跟足他们做 也都不介意不停去重复 甚至说一些文件掃描 他们可能会留意到 那张纸是弯了一些位置 某些上面掃描之后 有些色彩变了 不要以为拿入资料这么简单 好像这几张单张这样 不单要决定 如何去将他们分版面和去掃描 更加在事后要调校色彩 客人公司我都会直接说 我家公司就是请这些自閉清宵来 原因就是我很想去业界听多一些东西 要告诉业界知其实他们是做得到的 只要你可能有一些环境上高 或者工序上高一些配合 配合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可以做得到 有线新闻去胡虹那道 劳工处说去年有1350间机构 透过展能就业科聘用残疾人士 就业顾问也都会为残疾求职人士 提供就业辅导和工作方 至于会不会受聘就视乎多项因素 包括雇主会考虑他们的面试表现 能力和学力等 求职者也都会在面试之后 决定是否接受聘用 劳工处鼓励雇主聘用残疾人士 并会按招聘职位 主动为雇主提供资料 芬兰指一手香港注册的中资货轮 可能和月初海底天然气管道受损有关 又说初步调查显示 损毁不涉及爆炸 何卫美报道 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海底天然气管道 和通讯电纜 今个月初怀疑被蓄意破坏 芬兰国家调查局说 这手中资 挂着香港区旗的货轮 深深北的穷号 经北海航线往返中国和欧洲 它的航行路线 经过的地点和时间 和案件吻合 根据船只追踪网站 深深北的穷号 在欧洲东部时间今个月8日凌晨1点左右 试过涉事的天然气管道 管道营运商说 天然气泄漏发生在当日凌晨1点至2点之间 货轮过几小时后 试过另一条通讯电纜 电纜之后亦损毁 营运商拒绝透露实际受损时间 爱沙尼亚海军就说 天然气泄漏大约2小时后 电纜受损 当局将会和中国有关部门合作撤查事件 并且会深入调查货轮的航行路线 又说监证实验室 正是分析现场採集的证据 初步说气管损毁 是由机械性外力造成 暂时没理由相信和爆炸有关 而海藏有一件巨大物件 会尝试打捞调查是否涉案 另一艘俄罗斯货轮 亦都在相约时间 在涉事海域出现 当局正是了解两手货轮 是否有关联或涉案 有线新闻何蕴薇报道 美国和欧盟未能就解决贸易救分达成协议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 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等举行峰会 拜登说希望解决不公平的降举贸易 以及关键矿产等的议题 米歇尔说双方有时会有分歧 所以要合作寻求解决办法 会后联合声明同意 加强经济合作 减少对中国供应链过度依赖 双方在调查降举非市场因素产能过剩 以及量度碳排放的方法取得实质进展 未来两个月继续关税谈判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被指违反民事诈骗案禁言令 判罚款5000美元 他入品要求撤销禁令 卷入民事诈骗案的特朗普 早前在社交网转发相片 或法官书记和民主党高层有染 出庭认讯的时候 被法官不点赢明批评 并下令禁止公开谈论法庭职员 贴文其后被删除 但仍然可以透过特朗普竞选网站越南 法官警告如果再犯可能会判监 特朗普律师就禁令提出上诉 法官将言行禁言令暂缓执行